歡迎來到2月2日的兩岸無格仔的中港路療網 第二節我們在秋海堂民國史地播放 我們第一節雖然在香港無格仔那邊說重組內閣的事情 但原來我們錯過農曆新年非常重要的事情 求籤 社會主義的新香港肯定是盜人迷信 因為共產黨從來都不相信什麼上帝救世主 只信毛主席 但是問題是 劉葉強每年都是幫人去求籤 結果他12年前求過一支籤 說謊人畏畏不示威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說台灣中華民國這些滿天神佛的地方 按道理也應該有支國運籤 蔡總統是否應該大年初一 撲出來然後幫人求籤 我搜尋台灣求籤蔡英文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不是最大的去求 不一定是總統去求 總統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 只會參加每年春秋二祭 春祭就是青年節 秋祭應該是重養 祭祀的中列祠 其他的信仰是自由的 大家各有各精彩 在這方面 統制天主教徒 你不會叫天主教徒去求籤 但是問題是 哪一個可以做台灣的劉葉強 過時過節 你說大年初一也好 還是大年初二也好 撲過去什麼車工廟 那些地方求籤 車工呢 其實大家如果香港的聽眾都很清楚 就是這個香港地區 一個民間傳說故事演化出來的 一個道家 或者叫民間信仰的神子 而台灣那裡 就是台澎金馬地區 通常都是屬於比較敏南文化的地方 最流行是拜誰 天口 是的 媽祖 所以 台灣的四大天后宮 包括台中的鎮蘭宮 雲林的朝天宮 北港 西羅的福興宮 和嘉義的鳳天宮 這四間媽祖廟都會抽國運籤 國運籤是什麼時候抽呢 不是年初二、年初一 可以說一些歷史的就是年初四 因為相傳在台灣的民間信仰裡面 神都要放假的 放年假 他們放年假什麼時候呢 沒有記錯 應該是農曆的十月二十四 就叫做宋神日 即是宋神日 即是廣東人的祖軍 拜祖軍 叫祖軍說好說話 因為那些神會回去天庭 跟玉帝報告 你今年是做得陰則多 還是做得好事多 這是後來福德的依據 到底神明放假到什麼時候上班呢 就是初四 初四啟示 於是廟會在初四的指示 求第一支簽 這支簽據說最準 據準的當然是留給大眾 所以就由各地的一些侍身 就做這個司禮官 或者叫主帝官 去那些廟裡求公簽 公簽當時純粹有些侍身 想讓當地的鄉親知道 今年五谷封燈 封條與順 大家記得準時開工 準時落田 通常都是要做一個這樣的效果 因為民間信仰最重要就是 安撫陽間的人心 大約這麼說 香港那邊03年 何志平求職下下簽之後 真的糟糕了 所以04年打後 香港那些侍身高官 去求簽的時候 立牌拔走所有的下簽 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是的 江湖傳聞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在各地的孖祖廟 那些侍身大粒腦 求國運簽的時候 是否真的很公正 下下簽就照出 還是趕快拔走 因為每個宮廟系統 都會有不同的人做董事長 例如台中 大家都知道以前是顏家 顏寬恆家族 後來就因為顏家損輸了 代表有些人說 這是宮廟系統的衰落 可見 其實每一個廟 除了他的宗教特色背後 他都因為不同的董事層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政治取向 所以有時候 綠的就會說 藍的一些藍廟 會抽起那些簽 藍的就會說 綠廟會抽起那些下簽 各有指控 但是是否真有其事呢 真的不得而知 可以確定的就是 至少有一些廟 求出來真的會有下簽 但是呢 因為台灣的社會是這樣的 因為之前也說過 一開始有些侍身去求一些公簽的事情 就是說回一方水兔 後來呢 因為台灣那裡 就是滿天神明 神明自然有分 維戒 不是每個都是那麼高那麼大 有些比較厲害 有些比較不太厲害 肉王大帝當然那些是最厲害 神龍大帝那些最厲害 但是也有些小臣 所以小臣看到的事情 就沒有那麼廣闊 如果有些小廟那裡求的 通常是求一些地方 如果有些大廟 既然台澎金馬都只有這麼大的時候 你求得台灣一方的運程 就等於求中華民國的國運 後來那些記者就覺得這個噱頭好 不如叫國運籤吧 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求籤的運動的演變 都是跟媒體的演化有關 因為後來大家都知道 自從媒體越來越自由之後 大家都要搶新聞 有些兼密 有些噱頭才會讓人看 求公簽 求到雲林院 除了雲林院 其他十幾個院士都不用看 我可以轉台 但你會說不同 國運籤 那這個兼密就大很多了 這樣 比如說最出名的六廟有哪間 南昆生代天府 曾經抽出的簽名叫武則天助天 結果就是蔡英文當選總統 所以你說準不準呢 各有各話 有些藍營的現在又說 其實武則天助天都準 因為武則天助都不得人心 你看現在錯英文 怎樣怎樣 這些就變成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總之就是 簽就是神明啟示 但是解的那個 好像數學一樣 數字就寫在那裏 就寫在牆上 解釋的那個就任理 怎樣解釋 總之就是言之成利君可 今年又是跟武則天有關 是呀 13年來第一次的上上簽 那簽文是什麼呢 第二簽是唐太宗令武眉梁賞花 那簽文是28個字 七絕詩 七絕 什麼於今此景正當時 看看玉兔白花開 若能若遇得春色到 一灑清吉脫塵埃 這個典故就是唐太宗當年選妃 叫一群美女去看花 我看見你 然後看見武則天 這樣 他那個基本的意思就是 只能給你這個機會 只一次一次 你只要把握好 全年都大吉 基本上意思就是這樣 是的 如果下年一月的大選 真的有一個女性候選人 那這支簽的暗示 就相當明顯了 但不可能是武則天的 說真的 你要解這個簽 其實都可以有很多方面去解 唐太宗令武眉梁賞花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權力中心會不會遷移呢 可以這樣暗示 因為大家都聽過 武則天和卯丹花的故事 卯丹花在哪裏開的 卯丹花 是洛陽開的 唐太宗那個年代 首都的權力的行心在哪裏 長安 是長安 由長安轉移到洛陽 洛陽花開 如果有心的人 可以解說 這是政治權力中心的轉移 如果對乃青德來說 反過來 那就是男女互換 好像做粵劇一樣 粵劇男的可以做女國 女的可以做男國 傳統戲曲那些 變成說 這次就是 我們的賴副總統 終於有這個賞花之旗 是否可以這樣解呢 其中一個方向 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賴副總統 就是這樣說 候選人是否應該要找女兒的副手 但身邊哪個女兒的副手是可以的呢 阿龍 我覺得你開始開竅了 有一個越來越透析的政壇 沒錯 之前為何第一次 蔡英文要找陳建仁 就是為了平衡男女性別 而朱立倫為何要找黃如玄 也是要平衡這件事 自從有這個直選總統方面 直選總統之後 這方面的議題是不斷有出道理的 其實也是 所以 但是副總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很嚴重 假如 現在有人點名 有人點名 賴清德 是搭配蕭美禽選政府總統的 是有這個 但是人們覺得是亂點煙央舖 是藍營的媒體亂點煙央舖 但是你說 這樣點呢 在性別平等方面 也有他的道理 即是這個政壇的潛規則 政壇密碼裡面是有他的道理 到底會不會是說 黃太宗是下一任的總統 然後朱立倫是下一任的副總統 如果這樣解釋又嚴重 就變成了 他中間了一個堂高中 他的兒子去哪裏 這個 是的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最後 權歸朱立倫 會不會是說 正確的法統 就是這個總統大權旁落 落到副總統手上 但是武媚娘也會 堆壞自己的兒子 誰做李彈 誰做李裔 這是另一個故事 是的 但是在此之前 哪一個送武媚娘入錦葉寺 雙發為例 說藏了他 不是唐太宗 是的 所以這些故事 再加上那個C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解讀 就端視乎後來的事情發展 然後 人們能不能夠去 即是說 印證那個簽文 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國運簽 但是不是每樣東西都是跟國運的簽有關的 因為有一些 就直接求得很小的 就是用上半年的運程 下半年的運程 這樣分 然後他求四支簽 上半年是一支 下半年是一支 還有一支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雨水 充不充足 因為傳統台灣也是一個農業社會 另外一個就是 是不是會不會有那些窒疫光臨 大家都知道這三年肯定有 所以也可以 現在有些新聞說 三年前求過哪支簽 原來已經有啟示 這些就是事後諸葛的新聞 另外也有一些簽 就是那四支求什麼 就是求士農工商 是的 士農工商 是的 就是四種傳統的職業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點牽強 為什麼不可以再求四支叫做E-book星相呢 哈哈哈哈 但是尤其是士簽 很多時候認為 是說來年政治人物的運程是怎樣的 例如是這個 這個 先式公 他是拜神龍大帝 今年求士簽 就糟糕了 就求得下下簽了 是的 那個 签文是什麼呢 細章得這樣 等一下 開大句來看 叫春來雨水太連綿 入夏晴桿雨又顯 折禧直交三伏齒 起逢龐佩 竹田 不是 這個 是中簽 士簽的下簽是什麼 叫家道風雨自飽溫 也衰肚女立乾坤 才多害己君當省 福有灰胎禍有門 咦 可以對照的 其實現在已經應驗了 即是什麼 即是 逢是從政的東西 多多少少都會 有幫自己撈油隊 或是幫自己派系撈油隊 是不是 哪裡人從政兩袖清風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什麼 神龍大祭就勸大家 發財都要立品 也衰肚女立乾坤 是不是 財多害己君當省 現在 無論藍綠都爆出了黑道的問題 藍營的就是蕭景田 即是翻牆逃走 現在就變成要檢方 要通緝他 綠營就更加嚴重了 就是台南政府議長 之前 陳定飛就說 我們台南議長選舉 最後選到一個 不是大熱門的 就證明我們 解決了黑道問題 怎知道現在政府議長 全部都要交這個保釋金 現在就要看賴清德 怎樣搞 到底停停他們 他們兩個政府議長 民進黨的黨權的問題 所以就引申了第四句 福有配拖和有煤 所以 無論是這個 我相信 如果根據這些籤這樣看 無論你是這個論文抄襲問題 還是黑道問題 來年都應該繼續困擾這個政壇 所以 今年的市籤就相當之不好 已經是一個解釋 是吧 桃園那邊有另一支市籤 那支是怎樣 第38 什麼劉比托姑 什麼明顯 明顯有意在中 中央不須祈禱心治安 看漢早晚日過後 即時得意在期間 這麼有趣 祈禱啊 是不是在說陳建仁 我也是 又可以這樣玩 總之簽文就是 信則又不信則無 如果在說劉比托姑 那姑是誰 誰是劉比呢 是的 如果你說是賽系 就是嬰派小嬰男孩小嬰女孩 目前很明顯托姑了給陳建仁 因為德力大將蘇丁昌 陣亡於怡靈之子 沒有辦法了 腰痛了 要去住院 現在陳建仁上位算不算是托姑 也絕對算了 因為陳建仁的政治生涯 沒有小嬰這個貴人 他絕對是 純粹是一個中研院院士 純粹是一個學術界權威 因為小嬰他第一任當副總統 他是無黨籍的 後來他卸任副總統之後 小嬰親自保佔他入民進黨 所以這個有知遇之恩 因為劉比托姑是托給諸葛梁 又是有知遇之恩 這些又可以這樣 把人物就這樣配對 對付入座 所以他那支是什麼籍 他那支嗎? 很蒙巧 看不到 拍得 但是說得托姑 就算不是下籍 也只能說中下 至於奴州的湧蓮子 也是類似 反而是事簽方面 看來神明都對政壇上的人物 不論朝野都不是很矮 夢中說夢獲多財 身外浮命總莫差 永遠山搖難信定 貴人一指而笑顏開口 那奴州在哪裡? 奴州就是新北下的區 身外浮命總莫差 問題是市長不斷在警察 不斷在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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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是暗暗告誡 但我們的喉市長不僅僅是 呵呵多大志 不只是說自己在這裡做事 就迴避所有問題 總要 永遠山搖難信定 貴人一指 到底誰是貴人 還是他自己做自己貴人 自己去爭取他要的東西 就不是經常做夢 想說多才 即是說 轉貴的東西會自動埋身 所以 保安公也求經濟簽 應該是市容公司的商 一心須急馬行辭 貶州欲渡御風時 等待明朝古浪式 還君自在任遷移 現在大人哥宣示 未來一年要大搞經濟 但問題是這支簽 簽解是滿心著急 偏偏遇著馬 走得慢 渡河又遇到風浪 要等待風浪平息 即是要求大家 持營保態 這一年就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始終外面 環境形勢風高浪交 國內又通脹猛於虎 蛋也不夠食 是否叫你先搞好民生 不要在經濟上有太多畫大餅 我相信神明的啟示很充足 端乎羊奸的人 如何回應 大家有看過我們之前幾集 我們有說總統選舉的議題 都知道未來一年是相當巨挑戰 不論你有能源、兩岸、國防、外交等 這幾方面 只能夠如果不信神佛 大家儘管可以學習我們的騎士行政院長大人哥 祈禱一下 為世界和平、為國家的繁榮穩定 民主自由去祈禱 只能夠這樣做 大問題是 白怪我問一下 除了大年初四之外 還有什麼時候是需要求簽的呢 應該沒有 你國雲簽是一年 那倒是 你不會有上半年求完 下半年求完 下半年求完 即是說 剛剛說四簽有兩簽是求上半年 下半年那個 其實是求當地的 風調雨順 哦 哦 始終農業社會保留下來的傳統就是要看你農業 如果你可能是漁村的 有些會是求什麼 你的漁獲是怎樣的 這些就是 鮑羅萬有什麼都有的 我聽過有些公廟是求四十支 但是那四十支是怎樣分配呢 可能會是職業分得很小 又或者是他問很多方面不同的事情 什麼天時地利等等 都有可能 但是應該就不關這些國家大事事 未必會是 嗯 我見到還有一個是求 他叫姜太公解釋 那是楊明山 這個姜太公道場的請示 那一支真是很圓妙 什麼欲出金剛石 然後是周里古道灘 行床中有空 然後是用射不為難 他說是上上籤來的 又是 是上上籤 但是他說行床總有天定 用射不關人為 可盡則盡 當子則子 如果是綠營 又或者是藍營 一些不滿 喉市長的人 又可以拿這支出來說 但是這一支 他亦都可以當是經濟方面說 就是說 有些東西 城市 某事在人 城市又在天 這樣 你每天都說到 什麼六大支柱產業 然後又說要搞風電 太陽光 光電 各種東西都要大破大立 但是問題是 總有天定 不關人懷 當盡則盡 當子則子 總之就是 肉出昆江石 就是千字文 金生泥水 肉出昆江 昆江在哪裏 昆麟山 這些好的東西 你都要排除慢慢 才能去到很遠的地方 才能獲得 有時候就 順其自然 切莫強求 這個籤文中有這樣說 他說 正是此意 尖者一切須聽自然 切莫強求 不然昆江俱焚 即是說 你可能拿不到石 不但你自己都會自身招殃 所以都相當有啟發 對 大家就當是一個 啟示也好 當是一個參考也好 信則又不信則無 總之就 嗯 好吧 今天我們暫時來到這裏 因為小弟有些事情要說 可能今節就不太長 也是那一句 再重複一次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香港武格仔 和秋海唐文國史地 因為下個星期 我們初步就會找到 真的還未肯定 非常肯定 我真的不敢說 一天他還未接受訪問 我們一天的心都 嘟嘟嘟嘟嘟跳 我們一天都沿著那個心 他會接受一個 我們會訪問一位 二次移民來到英國的香港朋友 了解一下他在台灣的生活是如何 遇到什麼困難 有什麼不可逾越的挑戰 最後要再移籍來到英國 重新落地生根 應該是星期六會播出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好 下個星期五 大家密切留意 下個星期五六 應該是下個星期五 應該是香港時間的星期六 應該是星期六 正確是星期六播 請大家期待 下個星期五再見 拜拜